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越南人民郡坚军67周年之际 越南国会主席阮生怂参访了越南海郡司令部 菲律宾南部缅兰老岛 遭热带风暴天鹰重创 导致927人死亡 音乐公中央委员会和国家副主席阮斯元的邀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习近平 从2011年12月20号到22号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 习近平副主席的此次访阅对巩固为发展越中两党 两国和两国人民目链友好与全面合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副主席访阅期间 越中两国领导将对深化 越南与中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措施进行挫伤 并考虑坚属两国若干合作文件等 第四次大美公和四区域经济合作扩大峰会 于12月20号上午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开幕 缅甸总统吴登胜处持了会议 越南政府总理阮金勇出席了会议并发表讲话 越南政府总理阮金勇肯定了越南对大美公和四区域经济合作技术的大力支持 阮总理强调大美公和四区域经济合作技术 各成员国政府应加倍努力并提出有效措施 以便吸引更多国际组织和发展伙伴的投资资金 另外 各国政府还要完善法律框架 共同营造公平的经营环境等 本次峰会的主题为 超越2012年面向新十年大美公和四区域战略发展伙伴关系 会议上 大美公和四区域六国领导人 通过了2012到2022年大美公和四区域战略框架 并共同签署内比度宣言 各位领导就推动本地区在交通 能源 信息电信 环境 农业 旅游 发展人力资源 各位贸易与投资 创造便利条件等主要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 在访免期间 阮金勇总理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戴炳国 阮金勇总理强调 越南重视与中国的传统友谊合作关系 并认为双方需亲密配合 严格落实阮副中总书记 不久前访华期间 双方所达成有关加强两国合作关系措施的协议 尤其是指导越中两国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 其中包括在科首国际法律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可落实东海各方行为宣言 面向东海行为准则的基础上 和平解决海上争端 与此同时 双方应继续有效发挥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 在具体化两国高级领导重要公事方面的作用 其中将展开2012年到2016年阶段 越中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 以及加强两国友谊交流和全面合作 中国国务委员戴炳国强调 中国高级领导一向重视中约友好合作关系 愿与越南共同商讨 妥当解决两国海上存在问题 推动两国关系继续稳定健康发展 中国希望与东盟有效落实东海各方行为宣言 和启动东海行为规则谈判 双方一旧同意将努力贯彻落实双边所达成的协议 有助于具体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并推动其渗入发展 为地区和平稳定 友好合作作出激情贡献 12月19号在河内 国家主席江青川会见了 回国出席第27次外交部会议的越南驻各国大使和首席代表 越南驻各国大使和首席代表 向国家主席汇报了第27次外交部会议所取得的结果 并强调将竭尽全力完成党国家和人民所教给的任务 为推动越南与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友谊合作关系 以及不断提高越南的国际地位做出应有的贡献 表扬和祝贺外交部所取得的成就值 张金创主席强调 世界尤其是亚太地区正发生的许多变化 越南去采取应对挑战和争取机会的各项符合政策 对外活动仅在观测落实好国内各主战和政策的基础上才能做好 反而展开好外交活动也有助于实施好国内主战和政策 张金创主席肯定 越南驻各国大社和首席代表是向国际社会转达越南友谊的桥梁 从而使国际朋友更加了解越南 直越南人民军建军67秋年之际 12月19号 越南国会主席阮胜从 探访了越南海军司令部 阮胜从主席热烈表扬了海军司令部的干部和战士 在同心协力保卫祖国海岛主权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强调 党和国家始终注重发展海军力量乃至越南人民军队 成为国家更为精锐现代化和珍贵的武装力量 有足够能力捍卫国家海岛 大陆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和祖国边疆 转胜从主席表示相信 海军力量将充分发挥和国国部队的勇敢 坚强不去的精神 与国家其他力量共同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与领海 19号晚在富岸省随和市文化体育旅游部举行 2011年南中部沿海地区富岸国家旅游年闭幕式 至于富岸省成立400周年 1611年至2011年之际 由富岸省主办的该活动 同时在鲜港 广南 广义 平定 富岸 庆阁 宁顺 平顺等8个省市举行 以海洋与海岛旅游为主题的 2011年南中部沿海地区 富岸国家旅游年 以30多个文化体育和旅游事件在各个地方热闹蓬勃地展开 最近南中部富岸沿海国家旅游年已圆满成功 据初步的统计 到上述8个省市的游客人数增加18% 旅游营业额达12万亿月顿 同比增长25% 从而肯定了南中部沿海地区在发展海洋和海岛旅游 以及开发该地区特征文化的遗产价值的潜力和优势 与此同时 各地方在管理各举办 具有国家规模的时间中 积累许多经验 成天顺化省将是举办题为 遗产旅游的2012年 北中部沿海地区顺化国家旅游年的省份 在全球喜迎圣诞节的宽乐气氛中 19号越南天主教团结委员会 取行庆祝2011年圣诞聚会 越南中央民运部 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等代表和首度河内歌宗教组织 和优秀天主教郑明出席了庆祝聚会 在庆祝聚会上发表讲话时 越南天主教团结委员会主席 预软功名神父强调 近年来 越南天主教同报 一直与全国人民在经济 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紧密配合 积极和有效参加慈善活动 全国各地天主教同报的生活条件 得到明显改善 响应越南祖国针线中央委员会的号召 越南天主教团结委员会 同全国各地天主教同报 为帮助贫困家庭 残疾儿童以及收债名 举行了许多捐款活动 发挥全国天主教教民 异于道法利于人士的精神 越南祖国针线中央委员会领导 高度评价天主教同报所取得的成就 尤其是在实施 越南天主教团结委员会发动的 全民团结监设居民去文化生活运动 异于道法利于人士的运动 菲律宾政府12月20号表示 菲律宾南部绵兰老岛12月16号 遭热呆风暴天鹰重创 已导致927人死亡 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据悉 救护人员在绵兰岛卡加园德奥罗 和伊利干两个城市 找到了许多遇难者的遗体 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这也是遭风暴 引发严重洪灾和泥石流最为严重的两个城市 菲律宾政府正在上述两个城市 展开紧急援助等科夫碰爆后果的系列活动 菲律宾副总统比奈 亲自赴重债区卡加园德奥罗市 并将当地债民分发了2880份救债物品 菲律宾红十字会 在周末两天 公卫债民捐款了1000万笔索 相当于22.8万美元 同时向债区5000户家庭 运送生活必需用品 红十字会还成立了社会福利专责小组 和在苏山中心设立及救战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 月通社新闻 下次节目我们再会